这座荒废许久的伦敦巴特西发电站在沉浸了39年后 如今以休闲零售广场的面貌在本周五 也就是10月14日重新全面对外开放 在开放前巴特西发电站邀的国家元首阿都拉陛下 协同元首后东郭阿兹沙阿米纳 一同主持重接电源的仪式 此次接电活动象征39年前吸灯的巴特西发电站 终于重新回到伦敦人民生活当中 以新旧搭配的设计概念 建筑物原有的构造和设施皆有所保留 里面再搭配超过100家商店 酒吧 餐厅以及娱乐休闲场所等带着人们到来 重新认识这座被赋予全新意义的历史建筑 这个计划发展总值达91英镑 约468亿令吉 也是伦敦自2012年奥运会以来 过去10年最大型的发展计划 就在10年前 我国两家上市公司 森纳美产业和十大集团 连同雇员公积金局 以大马财团的姿态入主巴特西发电站 而巴特西发电站的商业资产 则由公积金局和国民投资机构联合持有 巴特西发电站主建筑的翻修完工及开放 也意味着整个开发计划 第二阶段已经进入尾声 不过这只是巴特西发电站发展计划的一半左右 未来10年 更多精彩的社区发展 还将陆续有来 周边强烈风格建筑也是产业开发的计划之一 里头配套不同设施和体验 为伦敦人民提供着工作 娱乐和生活 在未来 发展商计划继续在发电站周边 开发更多具有强烈风格建筑的开发计划 其中包括更多住宅开发和商业开发 并时刻坚信着 每一个开发计划 都可为这个社区创造更多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